阿弥陀佛 各位同秀 阿弥陀佛 好 我們就宿間法的角度來看 這時間就是半年就過去了 我們講這部經中間就停了這半年 這個半年的時間在宿間法裡頭 從時間 空間 三度空間的角度 時間 空間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確實是生活在這個表象的虛幻的 人生如履的 我們這趟旅行在我們的時間的 這個空間的變化裡頭 看起來真的有半年實實在在在這裡 但是佛在《華言經》這部經裡頭 你會記得他第一會的時候 佛在菩提場使腾正覺 而這個正覺普照這世界的時候 那麼那個能夠起感應的 通通都可以在那裡得到那一份 撒麥得到那一份智慧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 佛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我們知道那裡面會談到 世主廟言品說起 談到佛的那個光明的佛的現出來的光明的像 談到佛的法 那麼告訴我們這生命的整個的意義 我們所看到的現象界的東西 有生出意滅 我們生活在這樣子的現象世界裡頭 有苦 疾 滅 道 那麼這個現象世界裡頭 它就有很多的變化 這個變化 就我們數見法來看的話 它是有時間有空間的變化 有種種我們瘟疫各方面的變化 這一個部分 那麼在佛經裡頭稱它叫做節 節爛 節的 所以節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時間 有小節 有大節 節是每一個大的變化 那麼我們在現象界裡頭 在現象界中在這裡生活存在的 這個友情眾生 每一次來的時候 都會碰到很嚴重的挑戰 為什麼 因為挑戰的是挑戰 它現在所有的這個色象世界的東西 可是超越色象世界的 當佛光普照的時候 當我們理會到我們自己有一個佛性 而這個佛性 這個佛性 那麼我們稱它說 叫做無量獸 當我們看到這個無量獸 接觸到這個無量獸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們扮演任何一個角色 碰到世界裡頭 任何一個節 節就是無常變化 所以阿聖奇節的意思就是 不可思議的 不可量度的這麼多的變化 其實我們一生裡頭 也要歷經很多的節 有共同的節 有每一個人自己的節 但每一個人在佛光的一個普照之下 所以在世主妙言品裡頭 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 在世間裡頭的角色 你在那個角色裡頭 好好的透過佛的光 讓我們產生了這一份智慧 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假設中去生活 去實現他的慈悲喜捨 到最後會拍拍手 知道我只是人生如戲演這個戲 人生如女我演這個女 其實在我過去中年、狀年 還沒進入老年之前 甚至於剛出老年期、中老年期、後老年期 我沒想到我現在已經開始 踏到後老年期這個階段了 但是前面那一段時間看過的 一些朋友或者親朋 或者是自己的長輩 往生了的 以及整個世界的變化、社會的變化 你想想看 那麼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應該 在他自己所有的環境角色裡頭 好好的去實現他的慈悲喜捨 最後把他放下來 我們又回去了 所以叫四祖妙元品 在十法界裡頭 佛法界他本來就成就了 菩薩法界有好多的菩薩 是成就正等絕以後再回來 世間的天的這個法界 那裡面我們所看到的 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 他們也都是在佛光的步道下 因為他有這個智慧 覺處、接觸到這裡的時候 他們在那裡有了覺悟 在人界裡頭也是一樣 所以弟子們在這個菩提場 接觸到佛做這些教話 所以能夠在那裡開始修行 可是要在這裡修行的時候 那麼我們看到方法 就是從第一會在菩提場開始 然後第二會就在人間的佛光明殿 在人間的佛光明殿 他主要講的是什麼 他主要談的是信 信仰的課題 那麼這個信仰 最近我們常常也談到 信的部分 信為道元功德母 是不是 所以要信心不二信心 那麼進入信 透過這個覺 跟覺悟的力量去信 信也回過來幫助我們 產生了我們內在的覺醒 所以第二會裡頭 談到實信的時候 那麼他要告訴我們 我們的人世間 我們在人世間裡頭 我們真的有很多的苦 苦不只苦我們還很會急 把很多的苦都把它急過來 但是他要告訴我們 要滅的時候就需要道 而這個道在這裡面才告訴我們 實信是講信、盡、念、定、慧 那麼戒、怨、不退、互乏、迴向 所以信並不是只有我有信仰而已 這個信我們還要怎麼樣 在我們的人間裡的振作 那是精進 那是精進 我們不只對我們的生活、工作、家人、家庭 我們的健康各方面保持著精進 我們在信仰上精進 那麼我們也要真正地起了這個正念 這個正念一方面呢 是我學習了很多的知識 但我不會被知識綁住 我還能夠用我的決心來運用這個 產生真正的正念 所以不學習會變成無知 但學習完了以後說 進信書不如無書 被書給綁住了 被知識給綁住了 可是我們學完以後 卻能夠跳出來 然後去活用它 那個叫做正念 所以現在心理學裡頭 它用了佛法裡頭講的正念 有好多這一方面的 用在這個靈域裡的研究 那麼每一個人呢 都應該產生這個 就Mindful Intelligence 有這個真正的心靈上的 而產生的這一份智慧 這份智慧不只是面對環境不斷在改變 也在面對我們永恆的這個佛性 這個覺性 所以它叫Mindful Mind就是心靈 Mindful 也就是心真正的定下來的 那麼信 敬 念 定 慧 所以念 定 慧根本分不開來 你這個念裡頭一定要有這個定 定才能夠產生正念 定才能夠產生正的智慧 我們需要戒律 但是這個戒律 佛告訴我們戒而無戒 並不是告訴我們不守戒 我們確實需要一套好的生活的紀律 我們也需要一套好的社會的法律跟制度 我們需要一套好的管理制度 我們需要一個家庭應該有的家規 所以那個是戒 但是這個戒 隨著環境不同必須要去建立起來 那麼 那是戒 那麼 願 不退 這個願是我們起了這個大願 這個大願是我們願意開啟這個慈悲心 好好去生活 願 而且我不會退縮 我會努力的去做 那麼 護著這個佛法 那麼 時時刻刻回向著佛所告訴我們的 這個終極的意義 這是第二會談到這個在普光明殿 第三會呢 就到了這個道立天 那道立天呢 其實為什麼要在道立天呢 就是佛讓每一個人 就像我們現在此刻 道立天呢 那麼 水 它是廟高山的山頂 道立天呢 是一個宅心非常的寬廣 平潭 寬闊的一個道立天 讓每一個人時時刻刻能夠體驗到那個道立天這個地方 第三會談這個地方 那麼 在這個地方呢 以道立天為住 就是你住的豪宅必須住在這個道立天裡頭才對 對 我學什麼東西 我不寬廓的時候就很麻煩 我請問 我們面對的種種的環境的變化 劫難的時候 是不是 心還是要保持平靜寬 否則的話 就會怎麼樣 就會被夾在那個節裡頭 會走不出來 我們的人生裡頭 種種的劫難都有 在工作上 在我們的環境上 在我們的身體各方面的情形之下 都必須如此 我們過去 也是在發展說 最後人需要有真正做安寧病房 做最後安寧 這個修行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人 只有在真正懂得那個安寧親近的時候 他才能夠面對那個真正的關過 他才比較舒適的 過去呢 我碰過一個即將往生的人 他是癌症末期的 在我去看他跟他談的時候 他也相信他會去極樂世界 跟他談完以後 他後來跟他的家裡的人 講了 他說他有些什麼事情 都做一點 跟家人做一個交代 然後呢 他就簽下了不做侵入性的治療 這個不器切 不做這個東西 然後呢 就在一段時間裡 他要走了 他比較悠閒的 他走了 我在過去碰到像這樣子的人 我會覺得他們內心裡頭 他們在那個時候住的是住在廣居 天下是廣居 所以我過去用這個十柱給各位談到 就是豪宅啊 那我們的寬廣的發宅是什麼呢 要發心柱 我們發心好好在人間裡頭 我好好的發心來生活 這第一次我們願意時時刻刻 把我們內在的這個心地 原來有著執著情難 那個小我 卡得緊緊的 要把它放下 有一對夫妻以前跟我談過好幾次 就是怎麼樣 就是他們卡得非常嚴重 後來我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要相信 生命終究到最後的時候 你會覺得反而後悔 說哎呀 我活著的時候 為什麼要這樣卡得這麼緊呢 他說 他進來問我 那我現在怎麼樣才能 我說 你就去 心就要 像在道立天一樣 那麼寬廣 我們的人間這個山呢 就是社經機會越高 人越少 越什麼越少 可是 道立天的整個山越高 越寬闊越大 記得 把一些東西丟了吧 如果 李先生有一點什麼 怎麼樣 放下他 你有時候很煩惱 很生氣 後來就提個鍊頭 丟掉他 你要住在這個寬宅裡頭 你的心就是你的寬宅啊 那麼慢慢地 治了這個心地 就可以修行 那麼我們慢慢地也變得尊貴起來 所以身貴 活潑起來 具足方便 方便這兩個字 又是方正 可是又怎麼樣 又是活潑 人生變成這樣子 那麼正心不退 起了這個活潑的童真 法王子灌頂 我們真正稱為法的王子灌頂 這是第三會來到的道立天 第四會 那麼到了夜摩天 也就是說 那天佛以神力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接觸到這個夜摩天的 這樣的美妙 夜摩天這個世界 是以蓮華的開河作為一整天 開的時候是白天 晚上的時候慢慢收起來 這個地方呢 夜摩天告訴我們的就是 我們的行持必須要恰到好處 做什麼事情必須要恰到好處 所以這裡面呢 所有的行動 這個行動 以結束 起行以結束 開始以結束 它必須要恰到好處 那麼所以這裡面呢 談到了我們所謂的十行 夜摩天裡的十種真正的 我們的行持 談到歡喜心 饒意心 無為力心 無為力的意思呢 就是我面對我的真實 我能夠以安忍的心去面對它 你有沒有覺得 一個人能夠無為力的時候 我碰到一件事情 我能夠安忍下來 我比較能夠 不是硬忍 是安忍下來的時候 我比較能夠把事情看清楚 用我的智慧來絕躁 所以那是智慧的開啟 那麼無趨勞行 就是不會覺得自己委屈很無助 把自己壓抑下來 那個叫做無趨勞行 也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主動性跟精進才會起來 五次亂行 我不會受種種的成見偏見 課本官給綁住 五次亂行 散現行 我理跟事能夠整合得很好 我可以散現 無著行 我做完了 我不會執著在那個地方 我學完了 我也不會執著在那個地方 難得行 起了真正的生命 對這生命的正知正見的大願 那麼善法行 真實行 真正讓這個生命展現的自在 進入真實的那個世界 所以那是第四會 那是在夜摩天 佛在夜摩天來講的 到了第五會的時候 我們談到了 這個是在多率天 多率天是一個喜之族天 因為你能在這個地方培養一個人 十十個刻 能夠培養喜之族的時候 那我們自然而然的 就能夠真正的饒益自己 也能夠饒益眾生 既能夠對這個世間 有著一種寬過不思的心 但是我們也懂得 對自己內心裡頭真正的開朗 所以這裡面 時時刻刻我們回向到佛 回向到決心 回向到我們的生命的 原來的正等覺裡頭來 所以時時刻刻想著 我會去救護一切眾生 我不會覺得他跟我是不同意見的 我不會去幫助他 不是 做人的事情是一視同仁的 不壞回向 我們開始去注意到一個不壞的佛性 我們常常內心裡頭有著他 我們內心裡頭時時刻刻 我們等一切佛與佛同在 那麼我們念佛的時候 我們也等一切佛 那麼可以做一切做回向 不只如此 我到各個不同的地方 我都能夠願意去服務 願意去努力 在那個地方實現佛法 那麼而且在那裡展現無盡功德上 入一切平等 那麼善根 那麼能夠隨順愛護眾生 那麼真正去進入到真如回向 那麼無愛的沒有障礙的 自主的這樣子的一個解脫 內心時時刻刻 自己能夠從我們生活的一些煩惱困動裡面 我們在成見這些東西都可以解脫 入法界回向 最後入法界回向 這是第五會 那第六會 那麼他談的是十地 也就是這個十地是我們的心地 當我們的心地 前面那邊我們十信十住十行 十回向 現在慢慢的我們的心地 這個心地 慢慢的鋪陳出來了 這個心地 我們說要談的是這個十地 這個十地是心地的歡喜地 有人講說 我看你常常都很歡喜的 最多人跟我講這句話說 老師我看你每天都很歡喜的 我說你沒有看到我發愁啊 人間確實有愁有煩惱的時候 但你要知道 在修行的時候你會覺悟到自己 然後怎麼樣 然後把這些東西看清楚把它放下來 所以放下這兩個字 所以放下這兩個字 是我們盡空老和尚常常交代我們的事 放下呀 放下呀 我到佛光山 我到佛光山 先看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 有時候我去 你拿幾張 有一次他拿了一張給我 他寫我 就是兩個字 就是放下 我體現對放下 還不太懂的時候 我覺得放下就放下 但是後來 讀經看教的時間也久 我發覺放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修行 因為我們真正能放下的時候 我們看周邊的事情才看得清清楚楚 我們才有歡喜 我們才能真正的認知 我們才能在生活中真正的體會 所以歡喜叫歡喜地 我們能在這個地方產生離垢地 我們把種種的污垢 我們把它洗涤掉 內心裡頭真正的發光 那麼產生了我們的宴會 生命真正精進起來 內心裡頭有著這一份禪定的心 產生正念 讓我們進入現前地 我們能夠在當下活得自在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可以遠行開闊更大的心胸 然後我們如如不會被種種的 到哪裡做什麼事情 都不會被他給困住不動地 善惠地 入於善惠地 入於善惠地 這是十地菩薩 那麼十地講完了 心裡就告訴我們等絕妙絕 而等絕妙絕呢 那麼佛是在普光明殿回到人間 你到人間裡頭來 那麼現在你要真正地學教 你等同於佛那樣子的有決心 等絕妙絕 像佛一樣有智慧去創造這個生活 是等絕妙絕 這裡面他要談的是定 通 忍 定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講內心裡頭那份禪定安定 才能夠產生正向正念的這個定 通 限出種種的通達 限出種種的神通的力量 產生了我們內在裡頭 暢通 無愛的通 忍 這個忍呢 是真正的智慧 面對真實 那麼我們也不會在那裡 產生了這個困頓 但是我們仍然還是會去面對它 所以你要知道 聖言法是在講說面對它 處理它 解決它 你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說真的 你在碰到你日常生活的事情的時候 你真的能做到面對它 處理它 然後你也會去解決它 有這種本事嗎 沒有 有時候我們想逃 有時候我們想責怪對方 我們想有時候給自己講一點理由 讓自己好想 沒有真正去面對它 文明是什麼 因為我們內心裡頭不定一直在逃避 一直在這個現象世界裡頭綁得很緊 能夠把這個東西做好之後 真正產生了通達 這個通達 有時候你不覺得嗎 在你平常生活當中 在家庭生活或者在工作職場上 通重要不重要 重要 有的人是看這個人在講話的時候 他很快就可以通 知道他現在是怎麼樣 那是通 有的人一碰到這個環境 這個事業該怎麼做的時候 雖然現象是這樣 但他知道該怎麼做 他是通達的 他不會被一個東西給綁得死 他不會 但是智慧不同 修行不同 就在這樣 那麼這個能夠定通 通達了 然後你才能夠真正的產生 那個安忍的智慧 這裡面我們知道 有種種的心通 有種種的通達 我們從種的定位 是從這個地方慢慢 然後呢 產生了所謂的忍 這個忍就是 我能夠安忍去面對 我的五韻色身 我們平常所面對的 這個色受想形式的這些東西 你有沒有覺得 有些人很容易逃避這些東西 我現在知道了 老師學佛就說放下 我說怎麼放下 都不管他了 我說那你會變成很笨 會變成漁迷 不是 你真正的看在那裡 可是我們真正 這個時候起了真正的大任 有了這個大人 有了這種無聲人 有了這種人生 所碰到的一些精神事情 都總共像 如燕 如夢 如幻 如想 但是還是可以去面對它的時候 所以這就是能夠這樣才能夠面對真實 而且氣會的無量手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今天為什麼要把這個 過去的這個所謂整個法界的莊嚴 然後談定 實定 實信實住實行 實回向 等絕妙節給大家來複習的原因 所以我心靈也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過去也在這裡 那麼我們知道 能夠如此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 在我們的人生裡頭真正叫如如不二 我學佛並不是在逃避我的人生 逃避這個現實的生活 但是我是在我的現實生活當中 我如所從來的去面對它 處理它 放下它 但是也因為在這裡看到了 另外一個無所從來的 無量手的佛性 所以像是如如不二啊 你知道《法眼經》這部《經》 我們《開經》劇裡頭 我們都會唱這個 《無上聖聲微妙法》 《百遷萬劫藍遭遇》 《我今見聞得色慈》 《厭解如來真實義》 這是五者天 他當時要義這部法眼的時候 那《開經》的時候 《武才天》他提的一個《開經》劇 其實這個《開經》劇 那麼在這整部《經》裡頭 你把它讀到最後 最後談等絕廟絕這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等絕廟絕完了以後 接下去就進到了 進入到了所謂入法戒品 也就是善財同志五十三殘 那你知道在前面這個地方 整個的修行 實信實柱 實行實為 像等絕廟絕的前面 有這麼一個 世主廟園品的莊嚴 談到這裡 然後接下去怎麼樣 有離世兼品 是不是 這個離世兼品裡頭 他是普惠菩薩 那麼雲心兩百問 普賢貧謝兩千愁 他問兩百問 他兩千愁 意思是這兩位菩薩 在佛的加持上 他把這整部經幫我們複習了 在複習完了以後 在紀文裡頭 就有類似的這樣一個話 就是無上甚深 微妙法 百天萬劫難遭遇 我君受辭 見聞得受辭 焉劫如來正是欲 就在那一個唱葬裡頭 整個意思差不多 但文字 它是寄語不太一樣 但內容是從那裡來的 那麼我們知道 這樣子來的時候 那麼我們看到 接下去 我們就要進到 這個 這個 這個入法戒品 怎麼入法戒品呢 它等於是 要進到 每一個人在修行上的一個法門 那入法戒品呢 它是在四多年 那麼就是由這個 極孤獨長者呢 獻得圓林 那麼這個 由這個四多太子呢 獻得樹 然後變成這麼漂亮的地方 然後呢 他在這個地方 來講這一部入法戒品 前面這個地方是理論 後面這個地方變成真正的實踐 那這個實踐裡頭呢 那麼我們知道 這裡面呢 很值得我們留意的就是 這裡面很有意思的一開頭 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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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在四多年 那麼他呢 這個入獅子 平生沙妹 獅子平生沙妹呢 獅子平生沙妹呢 獅就是最高的獅 獅子平生沙妹呢 那就是住在無畏 他入定 而且是沒有任何的障礙 無畏 畏懼 因為身體呢 那麼身體呢 我們靜坐的時候 我們坐得 他真正的 是那麼的暗想 然後呢 閃出來 這個沙妹的這個網 這個沙妹 立出去的時候 那麼這個佛 在這個時候呢 佛光一善出來的時候 那麼十方世界的佛 都收到了 不同的世界 佛界、菩薩界 好多的菩薩也來了 這個生文、人訣也來了 天界也都來了 這個受到這份光的一種感造 通通都來了 但是呢 在士多林 他的弟子還是看到士多林 這個士多林 哪有什麼都來呢 你要知道 這裡面的意思是說 弟子們 佛的弟子們所看到的是現象世界的東西 可是佛在展現著 師子平生、傻妹的時候 他是進入那個本體世界 不屬於現象世界的那個世界 而有硬感的 尤其是在天界這一界 有一些修行太平 他們也都會會到 那麼這麼莊嚴 地是七宝所成 園林是這麼樣子的美好 這個道場 每一個修道的 就是住的道場 是那麼多莊嚴 就問你說 極樂世界 我們在無量 觀極樂世界的時候 觀金的時候 講到極樂世界這麼美 對 都接觸到這個部分 可是 唯獨 他的這些大弟子 通通 沒有 沒有覺察 佛知道 他的地 這些大弟子 都還沒有 而且大家都覺得很困惑的時候 佛 就在這時候 在每一間 毫光 放出來 那個佛光 普照的時候 這弟子們 突然間 真正地接觸到 哇 那個本體世界是 這個世界是這麼的美好 每個人都很歡喜 都在這個地方 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 觀音菩薩 大士之菩薩 所有的大菩薩 都來 所有的大弟子 也都在 通通 直接獻 在這裏 直接 參請這整個的法界 圓滿了以後 這一會不就到這裏 是不可思議 不用 也是言語道斷 你知道嗎 就是 不是用語言能描線語道斷 可是這時候 文殊菩薩 也來 禮拜 也來供養佛 所以供養這兩個字 並不是你我供養 這個 有形的 不 他也是來參戰 這個 文殊菩薩 這個 參戰完了以後 文殊菩薩 他就從 散柱樓出 因為 這個世界 實際上 他住在散柱樓 從散柱樓出 然後 他 開始 走出來的時候 連設立佛都看到說 他從散柱佛出來 我一定 一定有一些 文殊 這位 智慧的 這一位 佛 成佛 又 回來 做菩薩 恨的 這樣子的一位大菩薩 所以他也跟著 一起去了 那麼 他跟著一起去 他們 從 斯多林 那個地方 出來以後 他們 就往人間 往南線 那麼 他們 這個 來到了 這個 帶領 他們 來到了 這個 往南走 來到了 人間的浮城 那麼 來到浮城的時候 那麼 這個 那個 這個地方呢 是過去 諸佛都曾經在這個地方 做過法的 那浮城的時候 浮城的人都來聚 要聽聽 這個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在這個地方 要講 這個 一部 世間修多羅 世間生活的這一部分大經 那麼 那麼他在講 要講這個時候呢 善采童子也跑去聽 反正你聽了 這一位 有智慧的這個童子 純淨的童子 就在聽文殊菩薩 講完了以後 他過去禮拜 文殊菩薩說 我 聽你講完了以後 我已經發 這個 菩提 菩提心 我已經發了菩提心 我應該怎麼樣 我應該怎麼樣去修行 怎麼去行詞呢 前面 一會 二會 三會 四會 五會 六會 七會 八會 到這裡講的 這些理論法會講的 現在一個純淨的童子 先來問這個問題 他跟他講 他就知道 你既然已經發了 這個 歐尼多羅三菩提心 有了這個心 你 是那麼的行進 他 文殊對他鼓勵安慰 然後告訴他 我指導你 你 往南去走 就往南去走 就變成了善才同志 五十三餐 也就是說 五十三位菩薩 每一個人修行的法門 都跟他自己的根性因緣相企 是不是 但是呢 不是每一個人都一樣 那麼所以呢 我們知道 我們彼此之間 在這裡人間修行 我們每一個人內心裡頭 都一個純淨的童子 你我都有 不管你是 這個 人際多大 你的事業 你的家庭 你的性別 或者是你的 任何的統統的 你現在的自我觀念如何 所以說 我們的內心裡頭 都有這一位 善才同志在 他告訴他 主導他 往南去參 就是參拜這五十三位菩薩 他說你自然就知道了 那麼善才去參 等於善才是替我們 怎麼樣 去做採訪 一樣 採訪這五十三位菩薩 他們的法門 那麼回過來說 世主妙原品裡頭 不是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成為怎麼樣 成為住人間的 每一個人的根性因緣都不一樣 都應該在他自己的世間裡頭 在那裡做得了主 所以你看禪宗 或者是禁宿常常 師父和弟人 須得做得了主 是不是 一個人 這很重要的 就是做得了主 做得了主 我面對我自己的生活 面對我的情境在這個地方 我能夠做主成為我的 用般若智慧來絕照 用在這個地方轉世成智 在這個地方真正去開啟 而且並沒有離開人間 各種不同的生活 各種不同的角色 並沒有離開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聽說 宋朝的時候 邵龍和尚 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我很喜歡 所以我把它記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怎麼寫呢 他說 他說 朱瑾遺在四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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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指釋迦牟尼佛的里头 佛所告诉我 我把这么样飘飘亮亮的 我移动在我这个盆栽里头来 不是老生 老生非是爱花红 不是我喜欢爱花红 不是 我并不是这样 但是就应该在那个地方 好好的去开花 召开 木落 观何事 他召开 开了 落了 长了 这个枯了 观何事呢 那么这个 只是人之色是空 这一段话里头 朱锦宜在世梦中 释迦牟尼佛 释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诸井移置在 移栽栽栽栽栽栽栽 在世梦中 那么主要人之色是空 主要的目的是你要看着色是空 可是色跟空这两个却不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设计 在这个世界里头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走的 但是我很清楚 有一天我要走的 我拍拍手 我知道 我练了一身阿弥陀佛 我跟极乐世界奥弥陀佛是相应的 我不是在人间 我在极乐世界奥弥陀佛那里 所以只要人之色是空 是要告诉大家色是空 只要人之啊 每一个人都知道色是空 但是色是空 我们不要因为色是空 我就不生活了 我色是空那我也不必努力 我也不必工作了 我也不必打扮了 就拉哩拉哩的也可以了 它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还是那么一个的庄严 是不是 因为从过去里头 你可以看到 使信使柱 使行使回向 那么实地 这个到等觉妙觉 这整个的一个法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佛法的 佛光的普照下 就在我们的当下 并不是我们到处那里去找什么 而是我们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那个地方去觉悟 在那个地方去开展 在那个地方去生活 所以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活在十地 是不是真正的我们产生了我们的十个波罗蜜呢 在这里产生了欢喜地 离过地 发光地 宴会地 这个蓝圣地 现前地 然后能够远行地 远行的时候又不动 那么如如不动 远行地 然后呢 真正产生了善法地 到法云地 那么所以进入再生 原来我们并不是要在哪一个地方去找 而是每一个人就在你自己当下 现在的生活 有的人现在还在工作 你在工作中 在那地方去休息 有的人说 这是家庭主妇啊 你就在那个地方 形成了 你 这个 产生了 你这个 空有不二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之化 那么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就是已经慢慢年老了 看到人生也不久了 你知道老年人最容易看什么呢 我现在才稍微知道一点点 我还知道的不多 怎么呢 真的很有意思呢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脚茧会长这么厚 脚茧啊 你长这么厚 所以你定时间要什么 要把它处理处理 可是你花这些时间 要花多少时间 可是你不得不做 不做的话 你走路更不方便 有时候呢 过敏一点 这里会抓一抓 他就跑出一个 那你要 自己就要注意 但是还没有呢 那些 有些人他就会跟你讲 你那个还早呢 我现在是要 要跟大病 抱着病 好好生活 叫抱病而活 我说哦 拥抱着 但是有没有 拥抱着 也要洗洗 也要洗洗 也要用翻洗心去面对 不要忘掉了翻洗地 这个问题 每一个人的 整个生活的人间的立场 每一个人在世间里头 环境 因缘 根性 都不一样 那么所以呢 在那个地方 去自己真正有所领会才可以 所以过去我们常常讲这首 记者啊 这首诗啊 陈道婆不是讲这首 近日寻村 不见村 我整天到处都在找 找那个春天 是不是 那个村的意思去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生命的智慧 跟生命的美好的圆满 满鞋踏破领头云 我踏破一个山林 一个山林 要去不断地去找 连鞋子都踏破了 领头云 踏了一个人 找不到 归来偶过梅花下 归来偶尔在那个梅花树底下 村在之头一时分 村就在之头一时分 所以生命的春天 时时刻刻就在我们现在 此刻 所以 不管 环境怎么变 不管这个节 是怎么样子的变 我们 要必须有种换细心 真正去面对它 不管根性 因缘怎么变 我们 佛也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 都要成为他自己世间 生活的 以这个 在这个地方 那么 能够 做得了主 去生活 而且感受到这一份的喜乐 所以 有些人 他在他的生活当中 他还是保持着 还是欢喜的 我估计给各位讲过 有一次 那时候 我还能去 那时候还做 这个 所谓团体动力 的智商 那天 我们谈的是 几个人讲的都是家庭的东西 但是 我找了 另外一群的两位 也是来希望在这里得到 但是他的问题不是在感情生活的 然后呢 大家都在讲 他也讲 他比他后讲 他讲什么 他说我今天天 大家都在讲 夫妻之间的感情 这样 揪过来 揪过去的 这里看不过 那里 或者是老公 怎么样 老婆怎么样 他说 老师跟你讲 我没有这些问题 为什么 没有 他说 我老师说 我先生 他脾气 大一点 但是我知道他还蛮负责的 我跟你讲 他挡得并不怎么样 尤其是鼻子还歪歪的 我们乡下人 我问 鼻子歪歪也没有关系 床皮也没有尾形状 那天我就 这是很幽默 是不是 这个很幽默的一个人 那么所以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我们碰到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碰到我们的主管 那一张责言真的很难看 有一个人 在人间跟我讲 他 如果那个嘴人实在是好 你受不了 我不断想走 我跟他谈 我跟他讲 我说 你不妨试试看 一方面是他也在教你 如果你不会被那种人 给卷着跑的话 那你的智慧 你的工作的表现会非常好 而且你也会觉得比较欢喜 你的长度会发现出来 你试试看 后来 有一次他跟我讲 他说后来他当了主管 他的老板上面 也做了一场 找他当主管 他当主管的时候 他的部署 心境的两个年轻的部署 看起来就是很难 我说 你要知道 年轻人有时候 你稍稍放轻松一点 你跟他谈一谈 然后有时候就 结婚了 没有 他说我都不知道 我说对 你只是要工作 但是必须有一点时间 大家 这样才能够同 彼此连情 连工作 到最后工作会像 很自然的会跟你谈 每一个人 你容易带得起来 这个人 他跟我谈完了以后 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 他自己跟我讲 他说 他在这个大公司里头 表现非常 他觉得很顺畅 而且不管哪一个人 就是笔记有点怎么样的话 我都能够把他鼓励出来 我说那你 他说我现在很好 他们都 我们会有一个时间 大家聚一聚 然后既聊点工作 也可以聊一点 了解一点 这个彼此之间 家庭生活的 彼此互相能够关怀 他说 我真的把那个团队带出来 我觉得老师 你帮助我 但我 我说 对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你以后 还是会碰到 不同的情形 而不是只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无常不断变化的过程 那么 所以 那个真正的 这个 法呢 真正让我们的开悟人 那个所谓的生命的春天 那个春 是那么的美好 所以 你并不是哪一个地方去找来 你会不会觉得 你一直希望有一个环境是这么好 可以找得到吗 不是 是经营出来的 家庭量怎么好 是经营出来的 事业 人际互动 都能经营出来 所以近日寻春 不见春 往邪踏破 领头云 归来 我过 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的 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了 春在之头一时分 在我们的入常生活里头 它真是如此 那么所以 我们知道 要进入这个入法戒品 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法戒品 那么 我们知道 在这部经典里头 它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 那么 这个 本来都具足佛性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在 那么 也有这个决性 我们也是空性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一踏入人生 一在这里诞生 他有了这个色身以后 我们就在五蕴色身里头 我们就在生活在 这个六根六四六层里头 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绑得紧紧的 那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超越开来 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真的是像演一出戏 但我要演一出好戏 我知道人生就像这样一趟旅行 我要真正懂得旅行 就走出一个美好的旅行 所以万法为事 那么我们也只有透过这个事 我们才能够超越我们的无名跟烦恼 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些痛苦真正的解脱 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 要灭到这个地区 我们需要这个道 这个道是如如不二的 我们知道能够如所从来 我们无所从来如如不二 能够契入这个年华藏世界 那是一个最关键的所在 那么我们正在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上个学期相显介了 我们上个学期《讲日瓦戒品》 也谈到这个文殊树立童子 那么他为什么要童子呢 因为他文殊树立菩萨在那里 碰到这一位善才童子的时候 他用善才的同理马上会跟他 引导这样子的一个出来 那善才童子五十三参理国 他往南走告诉他 你总是要每一次参拜菩萨 都要以欢悦心情的欢喜心 谦卑心和养心去学习去问法 那么边行边修持边去了解 其实他就像这个善才就好像是替我们去采访 把他告诉我们的 那么我们半年前我们讲到了德云比丘 这德云比丘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是什么呢 他是来到了登庙峰山 那么到庙峰山 因为文殊菩萨跟他讲 说你往庙峰山去走 你可以碰到这个 那趁他这个德云比丘呢 他经过七日的登这个山 才发现没有找到他 最后才找到什么 才发现原来在对边的那个山 那个德云比丘是在对边的山 这边呢 他有一个象征式的意义 就是我们看起来 在人生里头 我们的生活在这里 但是你知道 那个念佛所产生的 我们自然是在对边 不是整天我所拿 我人生所碰到的这些问题 我们从人生所面对的这些问题 整天在这里的时候 你再怎么念佛 好多人念佛是求佛啊 你给我什么 求佛啊 你不关心菩萨 你求他 他这个寻生 寻生救助 这样可以 但是这只是在这个 观心菩萨救苦救难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懂得这个方法 但是真正这个问题 我念佛的时候 我每天真正的念佛 我们也念观心菩萨 求观心菩萨能给我 让我的愿力 让我的智慧能够开展 没错 可以求 但是我们念了 那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跟阿弥陀佛产生了硬感 而那里 他有个智慧的能量流入了我这边 所以我在念佛的时候 也等于朝这个阿弥陀佛那边 我入于佛怀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入于佛的本怀 那我们跟他相应 所以无论在我们的这个事业工作 他说人生甚至一道生命就近 最后他说都要念佛 就是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告诉 星期日碰到比丘 在别山上的时候 徐步惊醒在那里念佛 这就是用这个来比喻 告诉我们 在不同的事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的念佛 行动 佛的种种的教法 而入于欢喜自在 那么各位你看到 我们讲义里的 三百三十五页这个地方 于一切的时 皆起念佛 以诸佛如来相应相继 让我们自己能够自在的 去念佛 那么这个能量进入我们的世界 所以这个德云比丘 就交给这个善才同主 受了意念一切诸佛境界 智慧光明普见法门 我时时刻刻这个智慧光明 都会普见到我这里有法门 那么我们呢 这个上一 衔接上一次 今天把它复习过去 这样一直到现在 你看到这个是 这个德云比丘 我们谈到海云比丘 这个海云比丘呢 它代表着 我们心胸必须怎么样 如大海一样的宽阔 那么它呢 继续往南走呢 那么这个它礼拜了 德云比丘 就问德云比丘 那我要到哪一个地方 又去学到一些佛修行的法门呢 他说跟他讲说 你继续往前走 那么这个它住在海门国 这个海云比丘住在海门国 观大海之深广 他在那里看 那大海的深跟广 那么宽阔的这个大海 德县呢 那么大莲华 就在那里因为宽阔 他看到这个生命之法 真正的开启 结了这个深圳的这个国 莲开国也成了 以莲华上呢 而且他在这个莲华上加福作 那么浦门四县呢 种种庄严不可思议 那么在这个地方 开启了这生命之法 坐在这个生命之法里头 滑开国城 在这地方 因为他是观大海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是这样的宽大的心 所以他发菩提心 大悲心 安乐心 哀冕心 广大心 宽博心 清静心 常以大海为境界 这一个海云比丘呢 就跟这个善才东子 教这些东西 观想及深广包容 献无量的光明 沿无量的法 说无量光明的法 入无量众生海 这事情 在我们人间来生活里头 真的也是像大海一样 有的人 他从学校毕业以后 就做那一件事情 就不会 有的人不是 他宽广了 有什么东西 他愿意学 他也边做边学 他很宽广 最后 他的心 就是那么的宽广 而且他不止如此 他在他的信仰 以及他的心灵 世界里头 也是那么的宽广 我有机会碰到一些真正 我们说像菩萨的这些 老一辈的这些国子长老 我有机会碰到他们 会很仔细地观察 我觉得他们确实 也很虚心 多方面地包容 他们在思考事情 就像李国鼎先生一样 李国鼎的固执 就在我们这个后面而已 他有信仰 但是他对佛法 他也能融通一些 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做什么事情 这么的开阔 这么的努力在做 我们正在科技上 能够打下来这基督 他真的带领了很多人 给我们很大的众生的福报 他看世界像大海一样 学东西也像大海一样 处理事情像大海一样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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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他这个莲花开启 那么这海淫比丘呢 这里面呢 他谈到了 他受以光明普远法门 那么能够如此光明普远的时候呢 才能够领受 去入 普入 分别普射一切 引发种种的 我们的开启生命的这些功能 我们是上次是讲的 海云比丘这个地方 讲到海云比丘 我们是很喜欢海的人 我有时候 常常就回伊兰的时候 我会喜欢海 小的时候如果 这个到出来到海边的话 我会很高兴 就要从伊兰那边过来到石城 大里这边 芙龙 以前芙龙那边还没有什么 都是海边的那种树 那个沙滩是洁净得很 我去那里查一查 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我记得我同年的时候 我看的那个沙滩是很洁净的 尤其是往这边过来的话 往瑞芳的海边 往东北角的这边过来 那些以前都不是黑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全部都变黑的 为什么 因为有过游船 这个破裂了以后 这船 符合上往海岸冲 种种的垃圾 它就变了 不一样了 那以前呢 你再往淡水 这个巴黎这边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整个的这边过来 你都觉得它真的很美 我喜欢 所以我上班工作了以后 我如果回家的时候 我常常都是说 我们有时候走山 我喜欢山 我喜欢海 我现在还是会坐着捷运 然后到淡水 淡水坐着那个船 到巴黎那边 不止如此 我坐着船 到了那个 另外 那个游刃码头那边 去坐着船 往外海绕一圈 看看海 看看山 行雄非常 感觉 看到它的宽阔 看到它的美好 有山 有海 然后呢 我会想到 哦 真的是 这就是海云比丘啊 就是你在那里看到的 心胸一打开的时候 就光明了 心胸就美好啊 有人跟我说 现在 也不能出国去 我本来很多的 包括国外的一些行程 全部都取消了 这半天就在家 我在干什么呢 闭关修行 闭关修行呢 还是很好玩 因为我会走到我们家 那个山上 小小的几棵树 几只小鸟都可以逗我 看下来你一定会讲说 你怎么会这么没出息 几只小鸟就可以逗得你笑 我说对 但是你要知道 我几只鸟都可以逗得我笑的时候 你看了那清脆 蓝天 白云 有多美呢 又要不止如此 这段时间 有一个一岁的 一岁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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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女呢 他陪着我玩 哎哟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那就 一岁多了以后 他开始会跟你讲话 他覺得也蠻有意思 我發覺他也喜歡看水 帶到河邊去看看水 他很高興 然後他也會跟我唱 跟著我唱 河水靜靜向東流 流過芳草野地 他也會這樣唱給你聽 他也會看到 他說我要看大的月亮 為什麼今天沒有大的月亮呢 因為月亮剛前來的時候很大 我說我也沒有辦法解釋 我說今天不是月亮出來的 那要15月亮才會出 慢慢慢慢 隔一段時間他就會出來了 他說會跟你談那些童言 一個幼兒的一些語言 你如果用大人的角度去看 他也覺得沒什麼好玩 但是你如果以善才童子的童心來 你覺得真的很好玩 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善才童子 你碰到這樣子的情形 你都會覺得美好 到任何一個地方 下到一陣雨下完了 下完了就下完了 你真的探頭 把窗戶打開看一看 遠遠地看 遠山也看得到 但是你在市區就比較不容易 不過如果你有可能的話 你稍微下來走一走 然後沿著夏天雨後 那一份清涼 也給我們內心裡頭 帶來了一份真正的清涼山的清涼 真正讓我們 也產生了溫素不顯的境界 那麼所以海雲比丘 那一個開過的海 那麼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圓滿 我們知道今天就是把上次講到那個地方 我們把它複習一次 因為複習一次以後再下去要去談入法戒品 前面已經有德雲比丘海雲比丘 所以下一次我們要談散住比丘 那麼我們散住比丘 接下來就要談為密切居士 那麼一個一個 每一個的因緣都不相同 每一個修行的法門都不一樣 這裡面有比丘 有比丘尼 有大的居士 有大居士 有普通的人 那麼有童男 有童女 有大事業家 有工人 甚至於考正上學的 有些還是奴隸 但是都在那個地方成就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因緣 更新在那個地方去成就 但是我們也因為參訪 這五十三類菩薩以後回來 我們比較容易找到 我們自己此刻 我們主修的這個法門 而我們看起來是我們自己 但是一個人的更新因緣 是獨個兒的 可是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跟別人都很有關係的 那麼所以我們也時時刻刻 可以跟一切眾生 都能夠產生美好的一種 這個同理美好的相應 開啟著生命之華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來到善助比丘 那麼我們現在一起來練法